我感觉自从知道她这个脱毛不是因为满虫之类之类的东西之后 那好像瞬间就好了很多 果然医生的话就是神药 我感觉那一下子就好了 哎 一下子就好像不脱皮了 就是那个之前那个取向 那个把皮肤拔破的地方 血价已经长上了 再不过你看血价掉了也就好了 哎 不过上长毛了也 哎 我 这是真的有变化 这才几天呀 这才两天吧 哎 这就好了 哎 这真是神奇 怪不得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就感觉她那进展特别快变严重了呢 因为我不在家 我无理的加湿器就是不安着的 我在家她就是拆着的 你看她就是拆着的 所以 我在家的时候她就 会时好时坏 比如说今天不太干 我可能就就就就 我可能会忘记拆加湿器 然后有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干 我就会一直拆 可能就会好一些 哇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没有发现会有 这么的情况 然后当时人家问我 她平时有没有抓耳朵 我说那肯定会有抓耳朵呀 肯定会有抓耳朵塞呀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严重 然后今天我跟我妈妈讲 妈妈说 她居然连满虫都没有发现 都没有看到 说我们家看得还挺干净的 连满虫都没有 不过我之前有看一张阿波主 检测了她和她的一些朋友家 也没有满虫 就是说 其实一般人家没有满虫 然后当时那宠物医生还跟我说 也有可能是你这个人 带回来的寄生虫之类的 我当时就是属于是心里 是吧 我便想着说 是是是 那果然没有 我们说我又不是去了什么非洲 去了什么 环境很脏的地方 我就在街道上 正常走 那鞋里怎么就带那么多寄生虫了 你要那样的话 你要是那样说的话 那还那还能行 她又进去了 会赶紧刷牙了 又熬这么晚 我在家这样熬着兔子的作息 都被我找乱了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小可爱 咪咪 不好意思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